警方合力压制男子 带来看现场画面 原来这名男子是于其居留 越南籍移工 当时他骑车经过台北市南港车站 被警方发现机车没装后照镜 上前盘查 身份曝光 当警方准备将他带回派出所 他却突然拔腿狂奔 在马路上演追逐战 一名远警骑车包抄 另外四名远警用跑的 在后面紧追不舍 最后顺利在市民大道八段移出巷子前 将人压制逮捕 带你来听警方说明 证明逃逸移工最后也被移送专情队调查处理